大家好,我是刘亦 冬天的天气不仅寒冷还有一些干燥 今天就用芹菜山药和胡萝卜 教大家做一个特别好吃 而且又简单的家常素菜 像这样做出来,爽口简易,老少皆宜 清淡又不失营养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几分钟就能够学会 首先来准备几颗芹菜 我今天用的是这种小香芹 没有的,用西芹或者是大芹菜都可以 接着用刀把根部切掉不要 再把一些不好的也去掉不要 接着像这样,从芹菜的根部掰断 慢慢的向后拽,把这些筋去掉 这样吃起来才不会筛牙,影响口感 有很多朋友在炒芹菜的时候就直接切成段 其实是不对的 一定要把筋去除掉 接着把山药用削皮刀削掉外皮不要 在削皮之前一定要把表面多余的泥沙清洗干净 接着把小香芹菜 接着把小香芹的山药和芹菜放入水中清洗干净 特别是芹菜的根部 最容易残留一些泥沙 有时间的,最好是浸泡五分钟左右再来清洗 最好是清洗两到三遍 至水清炼后再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切山药 先改刀切成均匀的小段 然后再切成片 像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和筷子头的厚度差不多 然后再切成条 切好后装入盆中 倒入清水浸泡上 防止氧化变黑 再把芹菜改刀切成段 切好后装入盆中 胡萝卜少许削掉外皮不要 也是先切成片 再切成条 切好后和芹菜放在一起 倒入清水浸泡上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 再来准备小料 大蒜几颗 把根部切掉不要 再切成蒜片 这个主要是增加香味 不喜欢吃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接下来调个料汁 小盆中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味精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少许的白糖综合味道提鲜味 适量的香油增加香味 一小勺的土豆淀粉 再倒入小半勺的清水 用筷子搅拌化开 这样在炒的时候就不会手蒙搅乱了 而且味道又均匀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水 起开后先倒入山药汤 用筷子都推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大概20秒钟左右 放入15克左右的白醋 少许的植物油 当时氧化变黑的同时 又减少营养的流失 而且芹菜脆绿不发黄 这时候倒入芹菜 开大火汤烫30秒钟左右就可以 时间切就不要太长 然后用肉勺捞出 接着把锅烧干后 放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热后关中小火 下入蒜片炒出香味 蒜片翻炒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 一定要炒至微黄 这样味道抬香 接着倒入控干水分的芹菜 胡萝卜和山药翻炒 大概10秒钟左右 接着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下锅前一定得搅动下 像这样转出的倒入锅中 先禁止3秒钟左右 让淀粉浮化 再用勺子快速的推动炒至料汁 最后一定要开大火 翻炒个火七八下 炒出锅器炒至枝干亮油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可以看一下 用这几要食材搭配出来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而且营养又丰富 很适合口味偏清淡 老人孩子和女士食用 喜欢吃偏软烂一点的 时间就稍微炒长一点 简单加厂 清脆爽口 下酒又下饭的芹菜炒山药胡萝卜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 转发收场 说明石银 操放 锅